大家好,我是走遍中国,300个城市的车发旅行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山西宝基 对,没错,我又折回宝基了 我现在是在宝基的渭河旁 保存铁路就要经过渭河 我上次拍秦岭,我说火车有三个车头 有人说他只看见了一个车头 今天我就带大家来看看上秦岭到底需要几个车头 现在游北向南开来了一列火车 它是上秦岭的,车头是一台烧三四 别着急,虽然车头只有一台机车 但好戏往往在后头 别视频刚看了个开头就关掉 然后跑过来一阵延迟的跟我说 骗子,哪里有三个车头了 这明明只有一个好啊 那我要说还有两台在最后你信吗 看到没,最后两节是啥 这下还有什么话说呢 前面一台早餐四,后面两台和谐电二 前拉后推 而且后面两台和谐电工都是升起来的啊 这说明他们都是处于工作状态 三台机车骑行协力 一直要开到秦岭 这一列火车是从秦岭下来的 有两台车头 但是后面的曹三四并没有工作啊 因为电工都没有升起来 我猜测它可能是到了任家湾以后 坡度没那么大了才把工降下去的 可能有朋友会问的 上坡用三个车头是容易理解 但是下坡为什么不能用一个车头呢 我想可能是这样的啊 上坡是拉不动 所以要用三个车头 下坡倒是不存在拉不动的问题了 但是还有一个拽不住的问题啊 所以需要多一个车头来增加自动力 我以前开过货车啊 其实重载货车不怎么担心上坡 反倒是更怕下坡 我想可能火车也是这个道理吧 现在又来了一列货车 整个保存铁路就属保机到广源这一段路况最复杂 而在这一段当中呢 又属保机到秦岭这一段坡度最陡 从阳家湾到秦岭大隧道这一段铁路 直线距离只有6公里 但是相对高差却有680米 相当于千分之113的坡度 也就是说火车每前进1000米 就要上升113米 这个坡度还没有火车可以爬得上去 三天又设计的金章铁路 最大坡度是千分之36.8 但也不是最大的 最大的铁路坡度是东北的柏林县 这是一条运木材的支线铁路 最大坡度为千分之42.5 被称为中国铁路第一坡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 这下你总该知道 千分之113是个啥概念了吧 保存铁路的火车为了翻越秦岭 最后只能把铁路线路 设计成麻花状来回盘旋 把坡度成功降到了千分之40以下 原本6公里的距离 经过这么一盘绕 最后盘出了27公里的距离 火车这才在三台火车头都住了一下 翻越秦岭 而那个麻花 就是现在的观音山展现 现在是下午6点10分 从广源开来保机的6064火车 马上就要到站了 我上次从秦岭坐火车 回保机追火车 就是追的这一趟 它是为数不多的 翻越秦岭的客运火车 看到没 客运火车下山都是两台车头 这两台车头都是升工的 都在工作状态 好了朋友们 这个视频就到这 如果你喜欢火车呢 就点个关注咯 这一趟 就柜一趟 就柜一趟 就参加了 就参加了 别说呆 让我来吧 或讯 summit 我来说 全